一切生灭的现象 这个懂 我们懂 像我们人从生到老死 这是一切 一切无常 这好懂 每个人的寿命 不一定的 寿命能不能延长呢 不可能 中国有一句谚语说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这个天 天是自然的法则 不是人可以能勉强的 这个道理要懂 人的一生 佛法这个讲得清楚了 你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 你来干什么 佛经上的大佛是一句话 就跟你讲透彻了 人生 仇业 你为什么到这个世界来 是 惆怅你的夜报 你来干什么 你是来承受夜报的 过去生中 你做的善 你到这个世界来 是享福的 你有福报吗 这善有善果吗 过去生中 是造作不善的 那你是来受苦的 不善 是苦报啊 你寿命长短呢 那是你过去造作的夜 轻重大小 每个人不一样 所以这种事情呢 你搞清楚 搞明白了 原来是自作自受 与老天没关系 现在宗教里面讲上帝 与上帝没关系 与阎罗王也没关系 与什么人都没关系 自作自受 这佛跟我讲的正话 你在六道里头 生生世世 六道轮回 这一生当中 我们在受国报的时候 又在造业 造的善业 来生就生 往上生 那生到天上去了 那天上完全享福啊 福报很大了 福报享完了之后 我们阿赖业里头 还有不善的业 推现起来 善的业全享受完了吗 不善的 不善的时候 不善你就 你要再堕落下去 所以我们搞清楚 搞明白了 六道 有道理 三善道 是消你的福报 三卧道呢 是消你的罪业 你的罪业 就是三卧道 才能消掉 消掉 他就转换了 善里面 福报消掉之后 卧报现成 你就往下坠落 下三道的 那个罪业 消尽的时候 他就往上升 无论在哪一道 当你受报的时候 你还早夜 不是受报 他就不早夜 无论在哪一道 没有例外的 为什么 这就要讲 夜障从哪里来的 夜障 由余生 居来的 这个是你很难断的 你从 迷失了自信那一天开始 一迷失自信 就把自信变成 阿赖耶 我们 科学家现在讲的是 能量 能量就是阿赖耶 从能量呢 头一个就变成自身 你就认为 这个灵量生活 产生这个误会 这叫魔剑 因为有五 连带生起来 就有爱 就有爱 我爱 我爱 我爱是什么 我爱是贪 我慢 我慢是称慧 我吃 你看贪真吃 所以佛将 这叫三毒烦恼 余生俱来 里头有三毒烦恼 没有三毒 你不会堕在 堕落在 十八截 就会给你